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我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木碳 Carbovegetab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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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碳 相信一般人對於木碳的認識 都知道 木碳是一種 用來除臭 消毒 木碳裡有消毒的功能 也有很多時候用在防毒的面具裡面 來隔毒氣和燒炭 在同類療法裡面應用木碳的人 通常有一種體型 一種體質 通常是適用這些 所謂沒有張力的狀態的人 即是那個人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典型的木碳病人 就比較肥胖 呆滯 懶惰 懶惰 還有 有一個 慢性化的毛病 通常有慢性化的傾向 即他的毛病 通常都是很長時間的 很多時候是老人家的毛病 比較更加適合 或者 有些人 是因為過去曾經有些疾病 導致他沒有完全康復過來 譬如有些 學校的男孩、女孩 通常是很回慢 很呆滯 學習又慢 通常又怕 即是晚上又有些夜經的問題 晚上不肯一個人睡覺 或者自己一個人在黑的地方睡覺 即是這種這樣的 我們叫做體型、體質的人 好了 那木碳是通常一個尿劑 是用來處理一些氣障 即是氣障、氣咕咕 或者是弱氣的 或者是一種叫做 即是氣呢 那個腸胃的脹氣 是被監禁了 即是放不出來 或者是堵塞了腸胃的脹氣 或者是一個小朋友 他的腹胸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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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用一些崩潰的狀態 當一個人進入崩潰的時候 他通常就會冰凍 即是觸摸下去,摸下去冰凍 而且又不是很呼吸的 那當時你覺得 你都不知道有些什麼可以做 那有時你見到這些創傷性的 你第一 當然會被刪金車 如果沒有 那你就可以考慮 這個木炭 木炭是一個對付窒息的主要的療劑 譬如有些人企圖自殺 用那個燒炭企圖自殺 或者因為溺水 或者因為心臟的衰竭 而崩潰下來 這一類的問題 通常 也有一個情況 就是因為 失血過多 體的液體 是大降 出現一個幽黑 那這些人 看上去好像死了一樣 這種情況 你記住 可以想起給木炭 在醫學上 在醫院裡面的經驗 木炭可以說 是將一個人 從死的縫隙裡面的靈魂 救他出來 所以也是一種叫做 是屍體的康復者 回復 死 死 死裡逃生 死裡還生 這些東西 好了 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一個後期的肺炎 或者呼吸系統的問題 而當病者 病者 開始變成藍 還有 他的氣息 是冷的 噴出來的氣 是涼涼的 好了 還有一個關鍵的症狀 就是 木炭的人 通常很喜歡被煽動 即是要拿些煽撥一下它才行 你會覺得已經很奇怪 為什麼呢 他們是冷冰冰的 雖然是冷冰冰 但他們需要新鮮的空氣 雖然是冷 和面紅紅 但他們始終處於脫氣的狀態 即是血裡的氣量不得足 尤其是我們那個所謂 二氧化碳 在血裡是多於氧粉 這就是木炭的主要程序 所以他們需要空氣 也很喜歡撥線來吹風 好了 木炭也是因為心臟需要弱 而沒有氣 甚至乎有些運動員 在長跑運動到最後 他直接吸氣 沒有氣 木炭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在這種情況 好了 那些沒有氣的人 通常叫他走樓梯都不行 叫他走走走走 或者上山 很快去到高山的時候 他們就不行了 是沒有氣了 完全沒有氣 他人變藍 情緒差不多要暈倒 在這些緊急的情況 你記住放些木炭的療劑 進他們的口裡 好了 他們是冷的 但他們很喜歡喝冷的水 飲品中 喝冷的飲品 雖然他們是冷的 好了 木炭也是可以用在慢性的消化不良 尤其那些人吃少少些煎炸 或者肥膩的食物 就立即消化很差 這也是一個應用的地方 另外一個用法 就是用一些靜脈的乳劑 很嚴重的靜脈 雖然腿差不多出現浮腫 腫脹和藍 摸上去 觸摸上去 觸摸它 覺得它很冷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失血 因為一個人 可能某什麼原因都好 失血之後 血壓下降很低 也可以摸上去 看上去的氣息感覺是很冷的 所以這個木炭在很多情況之下 可以應用在剛才所說的問題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銅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銅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鎖店街、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 掰掰 現在就會在第一集中 我希望大家 從